這角色就是一個外表非常熟悍 然後他就覺得空手到門 所以他的身手也非常的熟悍 但是他在遇到感情的時候 反而變成像一隻小貓一樣 然後他裡面的設定也有去討厭 就是把他設定身體跟我是同一天 我本人 獅子座 那獅子座真的就很像他在對外的時候 就像獅子座 但是他在家裡的時候就會變成小貓 非常的自然 就是比起跟男生演吻戲來的自然 怎麼講呢 就是可能是因為我們 我跟小滿目前都是異性戀 以後很難講 我都不會設 就是不會說絕對說死我一定是異性戀 目前都是異性戀 反而對於女生 你就不會有那麼多的 覺得害羞或者是怕尷尬什麼的 其實我們真的是說親就親 但是也很好就是 在那個關係的建立上面 變得很自然 就是我們就真的很像一對Couple 就是導演說那這邊可能劇本沒有 這邊你就親一下喔 這邊親一下喔 我們就說喔好啊 就親一下 就蠻有趣的 就是以前跟男生演的時候 可能會內心很多 有時候會有小抗拒就覺得說 這裡也要親嗎 那裡也要親嗎 但是這次就是喔親 啊好啊就親啊 蠻不一樣的感覺 很不緊張 第一次 之前跟男生還會覺得有點 就是 嗯 那個 妳要先去刷個牙嗎 我剛剛已經刷好了 哈哈哈哈 這次就完全沒有這個問題 嗯 然後他裡面想出的第一個人是何韻詩 對他真的太帥了 哈哈哈哈 就是如果我要跟女生交往 我就是可能會找這種類型的 之前他的形象一直都 就是會吸引到我 嗯 就是要這種高高瘦瘦 然後外型有點帥帥的 清秀 長得清秀的 然後帥帥的 女生要有個性 嗯 所以就是他吧 哈哈哈哈 可以 我完全沒有受限 完全是看感覺 就是感覺對了就可以 嗯 大學的時候有 對 對 他就算是我的第一個 也是唯一一個 女生 嗯 就是我剛剛講的那樣 就是大概那個形象 就是會吸引我的那個形象 對 就是我一直都沒有覺得 我一定要跟男生在一起 我一定要跟女生在一起 就覺得這個人我很喜歡 然後他對我很好 他很照顧我 然後我們在一起很開心 那就在一起啦 根本沒有去 設想說 性別這件事情會造成什麼問題 嗯 只是單純 我很喜歡跟這個人在一起的感覺 嗯 哈囉 嘎嘎烏拉拉的朋友 大家好 我是黃沛佳 我在帥踢空姐裡飾演的是 又甜美又兇悍的 格鬥高手夢蓮 想看帥踢空姐嗎 10月25號記得鎖定 嘎嘎烏拉拉屬於你的故事